如果你问我 卫楼渔夫是一部怎样的片子 我大概会沉默两久 然后说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90年代的俄罗斯 一栋赫鲁小夫时代留下的桶子楼里 住着贫穷的底层人民 一个家暴男殴打自己老婆时 浴室的水管破裂了 男主是一个学建筑的管道工人 原本只是去修一个水管 却意外发现 这一栋楼的承重墙有两道裂缝 经过测算 他判断 这个地基不稳的豆腐渣工程 即将在24小时内崩塌了 男主从他木讷的父亲那里 继承到了正直善良的秉性 他决定去找市长 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他 男主独自一人 走向政府宴回厅 一路上的楼房 从破旧到豪华 这个两分钟的长镜头 堪称教科书级别 这个城市的上层名流们欢居一堂 庆祝他们女市长的生日 男主像不速之客一般闯进去 打断了他们执最金迷的美好夜晚 800多条人命面前 市长迫于压力 不得不派出了消防局局长 和城建负责人去现场勘探 两位官员一开始还嘴硬 斥责男主造谣 直到男主向他们展示了 这栋楼严重倾斜的程度 事实面前 他们不得不承认事情的严重性 女市长听到这个消息 一不想着解决问题 二不赶紧疏散民众 跟着几个官员互相推诿责任 她因为官大 到后面碾压式单方面输出 说着说着 甚至嚎啕大哭起来 等她终于想起来该采取点措施的时候 又被需要花费的大量资金吓了一跳 但是如果楼房倒塌 造成居民伤亡 这么大的新闻 致必引起轰动 政府势必会审查当初的建房预算 账面上的窟窿 她无法填补 就只能坐牢 不管是出于自保 还是良心为民 她还是想方设法 为安置居民做准备 当她找到了房地产开发商 希望她能够把闲置的楼 用来安置民众 但遭到拒绝后 她终于束手无策了 这是她的丈夫 劝她放弃疏散楼里的居民 装作无事发生 她斥责丈夫卑鄙 丈夫骂她贱人 将她过去的斑斑劣急一一到来 并警告 她是因为自己 她才能从曾经的小秘书 爬到现在的位置 女市长最后终于妥协了 她选择继续和那些高官 同流合污 莫不作声地杀掉成建负责人 和消防局局长 让他们来为这件事负责 成建负责人是个心善的老头子 她恳求警察局长放过男主 说他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 放过他 让他和家人逃命去了 男主慌张地飞奔回家 他的父亲借来邻居的车 让他带着妻子和儿子逃跑 男主却把车 开到了即将倒塌的居民楼下 让妻子开车 带着儿子离开 妻子和他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指责他不顾家人 男主却说 他选择带着自己的一枪孤勇 去挨家挨户敲门 告诉楼中的居民撤离 他也明白 自己可能会被暗杀的下场 因此回家 跟自己的父母告别 父亲老泪纵横 为自己的无能 向儿子道歉 父亲明白 如果楼房倒塌 男主是救人的大英雄 如果楼房没倒 男主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但男主没听父亲的劝阻 毅然决然坐上公交 去了居民楼 他一户一户地 通知着楼中的居民 承担他们的质疑与冷眼 像个真正的英雄那样 不顾一切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最后 他把疏散到楼下的居民 带去了安全地带 可是开头的那个家暴男 却带头 把男主打倒在地 渔民们疯狂殴打他们的救世主 然后安之若素地 回到地狱中 男主一个人 蜷缩在俄罗斯的寒冷清晨的地上 楼未到楼一到 之所以对他的悲剧性 有如此的深刻体会 是因为片中 有不止一次的机会 来挽回这场悲剧 男主要去找市长的时候 我以为他在异想天开 可他做到了 市长打算疏散居民的时候 我曾以为这波稳了 男主去囤兹楼 挨家挨户敲门的时候 我以为他能救下不少人 给了希望 会陷入无望 这种宿命般的无力感 让人更加窒息 万般无奈 整个电影揭露的 是这个年代 俄罗斯的制度 已经复旧到了根上 看完全篇 你第一反应 可能是庆幸自己 如今的幸福生活 还好自己的国家 被光明笼罩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阳光之下 总有阴影 去年爆出来的 泉州酒店 坍塌事故 难道不是触目惊心 这部电影批判的 不只是俄罗斯的现状 它对中国 乃至全世界的人民 都有深刻的 惊醒意义 麻木不仁 是没有出路的 放弃反思 愚昧无知的 未有 居安思辉 防患于未然 才能挽狂拦于几岛 扶大厦之江青 Colt